这个 是你女的 他看到我了 我该怎么办 不是 我上台找个女儿寺的女朋友 是战队工作人员 配我出来买东西 小姐姐长得好可爱啊 是幼稚 女的 一个女的要进ZGDX战队 跟我成哥同志同住 同打比赛 真的假的 真是个女的 我的个娘啊 女的大职业 这ZGDX 是不是疯了找不到人呢 随便找了一个 名不见经官的小主播 来接替名神的位置 还是个女的 女的连你妈都能当 怎么不能打比赛 国服第一玉藻前 加入ZGDX战队 这是打破传统格局的开始 继北美赛区 第一次接纳女职业选手 进入决赛后 中国赛区ZGDX紧随其后 或 竞圈养殖场也转发了这条 说麦琳到底什么来的 她凭什么可以借替名神 招区ZGDX 招区ZGDX表示 打职业其实和性别没有关系 她也不太懂为什么 以前一直是男生 站在这个游戏的巅峰 定职业 如果真的想去做 女生也不会做得很差 有完没完 心中单是你们家亲戚啊 话这么多 人也不是你家仇人 刻薄水 闭嘴 让得我头疼 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来报到了呢 嗯 听说还带了一只 毛茸茸的小畜生 可能是我订的外卖到 劳烦队长大大帮我开小门 好的 你在干嘛呢 上小号评论 我也不喜欢 陆思诚 怎么开门的是你 谢谢 我是讨厌啊 不对啊 诚哥 这不是我店的外卖啊 有 Cruz 我到ZGDX的报道 并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成格 然后他拿走了我的外卖 说了声谢谢 就把门关上了 于是 现在我又站在大门前 还有我站大门 你αν你 进行摆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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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事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童谣 传说中 十九岁登顶国父第一 二十一岁单牌上 韩服京都之主 站在百分之九十九 男生肩膀上的 天才中单少女 你就别念通稿了啊 过了过了 瑞哥 不管怎么说啊 从今天开始 童谣就正式接替名神 成为我们新的签讯中单了 欢迎 虽然你可能都认识 但是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商单 老猫 他是一个在游戏里 比肉的大背面脆皮 瑟瑟发抖的 来来来 直男 欢迎欢迎 就是反射糊有点长 你稍微别介意啊 反正护肠 你说谁呢 不好意思啊 最近那里有谁 都 没事 没事 这个呢 是辅助 叫他小胖就行 同类奶妈 一个纯粮无害的肥宅 说我宅可以说我肥 就太过分了 我只是比较弱而已 小姐姐好啊 有事别着了 没事咱们俩可以一起双牌 没问题 没有点 那位呢 就是老K 我们的打野 你别看他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生子 老K 有他在 明显可以在对面中单面前 肆无忌惮地横着走 那是因为有名神在 如果是换了别人 那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这位 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ADC 听说你刚才 把人家关门外了 我以为他是个送外卖的 送外卖能穿成这样 还抱着猫 能啊 所以又把门关了 没盛装打扮一下 真是对不起啊 真是客气 连别人穿什么都要管 你想 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想说点什么 连别人想什么都要管 这是什么可怕的人设 对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猫 它叫大饼 所以呢 所以我能叫你诚哥吗 你的猫叫大饼 跟我叫诚哥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问题 看紧你猫茸茸的小畜生 我问过锐哥了 基地里没有人对猫猫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 有 谁啊 我儿子 诚哥 你这不叫过敏 这叫食物链 你不能压一只 小猫咪的天性啊 他的猫 万一吃了我儿子怎么办 再买呗 买不起吗 你少掉几次分 少罚几次款 够你子孙满堂了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大饼的 保证你子孙满堂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 诚哥要冒火了 小野姐 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好 走 交给你了啊小胖 好嘞 不知道吧 除了赛季成绩 我们的战队人气也不错 你看 这设施 这装备 都是一流的 差不多得了 小蕊 待会儿你安排一个人 带他去一趟超市 确实啊 他是今天第一天来 肯定是要买点热用品什么的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确实得安排一下 诚哥 你带他去吧 我记得我刚刚说的是 你安排一个人 对啊 我安排成个你了呀 我很忙 忙着掉分吗 你已经少允断位了朋友了 所以我才要买 后来他能预计考核了 嗯 两天时间从少允到京都之主 诚哥 你当自己是神仙啊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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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子 咱早回 拜拜 若子 来来来 咱俩双白 我能叫你诚哥吗 叫爸爸多合适啊 我劝你做个人吧 你不是早叫了吗 矮子啊 快点啊 等等 什么矮子啊 大家萍水相逢 我劝你善良点好吗 做什么敌意这么大 因为我没想过 未来队友会吃个微成年 我二十二了 大学都毕业了 你得身高告诉我 你再撒谎 微博山了 我不 谁让你先把我关在门外的 还说我爱 微博置顶啦 童谣 爱家 童谣 你到底也不跟我说一声 是你前女友勒令我不得与你联系 你俩认识 我俩同一所大学的 她带我三届 她妈是我老师 她前女友是我闺蜜 还有她 我有问你这么多吗 诚哥 这位就是 昨天发微博书 被关在门外的 小姐姐吧 小姐姐可是职业选手里面 唯一的小姐姐 诚哥 你的小姐姐可以收一收了啊 对了 小姐姐 我叫梁生 YQCB的队长 我们战队就在隔壁 欢迎来蹭饭 好啊 好啊 少拿吃的来腐化我 有一个小胖就够了 对了 全国联赛线约一场 没问题啊 等我们新人到位 我就跟小瑞约 看来是找新外援了 什么位置 ADC 等着光轩吧 也是大新闻 谁啊 我不知道 童谣小姐姐 你就替我跟你闺蜜 说说好话吧 好歹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哪怕告诉我为什么分手也好 我只能告诉你 你前女友可是拒绝了三个国外提供回来的 而你却只关注直播余碗给的多不多 好 孩子 上车 我的天 职业选手都开这个吗 怎么 做惯了滴滴专车 自己不会开车门啊 不敢不敢 我自己 帮你 肯哥 我去买个拖鞋 还有日常洗漱用品 随便去附近哪个商场都可以 不然呢 带你去家具棚啊 真的吗 好 我喜欢你吗 我喜欢你吗 你会发现一下 我在这张照片中指出的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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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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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开始讨厌你了 你看我胖吗 真帅 快点 诚哥 哪个好看 蓝色 我记得我刚说的是蓝色 直男的审美都是用来排除的 比如小胖 还买什么一次性买完 别跟耍杂技一样 你刚快挂驾驾驶 这不怪我 就剩下最后一双粉色 我刚刚好不容易拿下来的 结果你 原来那天在超市里面 把水偷偷藏起来的 就是你啊 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是那个偷水贼 什么偷水贼 什么也写你名字了吗 那是我先看到 我先藏起来的 那也叫藏啊 那怎么不叫藏了 在超市里面藏东西 你是小孩吗 我那是害怕先被别人买走 我那两天 以为自己被一群矮子 丧失为成了 没想到 是同一个人 什么矮子丧失为成 队长你好好说话 腿长了不起 怎么那么快 你跑什么 你跑什么 你粉丝在拍照 拍照怎么 拍照怎么 我今天都没好好化妆 怎么见人 而且我还没有在网上 破过照片 你以为你的粉丝 会好心给我开美颜相机吗 他还没有过来了 等住了 千万别把我弄住 说着可以 横着不确定 天哥 在这里一见你太开心了 能帮我签个名吗 天哥 名声你手还好吗 我看光轩说 他手一直在治疗 是真的吗 陈哥 你这人好高啊 比在家长上见到你更高 完了完了 这是要被曝光了吗 陈哥 这个 是你女儿 他看到我了 我该怎么办 不是 我是在哪儿找个女儿似的女朋友 是战队工作人员 陪我出来买东西 小姐姐长得好可爱 是幼稚 小姐姐 帮我和陈哥喝个饮吧 来 我没饮了 我没饮了 谢谢陈哥 帮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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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哥 谢谢陈哥 不客气 谢谢陈哥 谢谢陈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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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谢谢陈哥 拜拜 拜拜 走吧 你这表情什么鬼啊 陈哥 你说我以后也会有这么多粉丝吗 他们也会这么喜欢我 争先恐后跟我拍照吗 前提是你得打进决赛 如果战队因为签了 你成绩反而下降了 那么会有比这多成千上百倍的人来喷你 每天会问候你喝水有没有被呛死 外面刮风怎么没有把你吹跑 会争先恐后地把你挂在墙头 就像老K那样 你介意吗 要说实话吗 介意的话就好好打比赛 在电子经济的世界里 只有强者才能得到认可 你刚来一定会受到很多质疑 但如果你用实力来证明 你能替代名神 不会有人多说你一句 可是陈哥 怎么好像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你 因为我强 电子经济里菜是原罪 走了 谢谢 这世界很酷 刘佛 借 보면 响到我的 normalmente 良否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他世界很酷 那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